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451集 殿下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两位宫女领命离开 边走边交流 殿下不久前还生气地摔杯子 记得眼全都红了 你说这许大人真有本事 连好话都没说 殿下竟然就原谅他了 殿下只是发脾气 又不是真的恨许大人 我与你说啊 他要是走了 那殿下才真伤心呢 男人低沉的咳嗽声 从身后传来 两宫女吓了一跳 受惊小鹿似的跳了一下 回头看去 原来是许七安 许大人好生过分 下奴婢一跳 红儿抱怨道 许七安随口 与两个清宿宫女 打情骂俏了几句 然后切入正题 本官问你们一件事啊 那些丹药下之连城 给下什么时候准备的 那些丹药是陛下自己服用的 武器养精 据说一炉丹药只有二十四颗 二十四炉才成功一炉呢 紫儿殿下在陛下那里闹了许久 陛下忍不可忍 才给赏了一粒 另一个宫女补充 然后今早便立刻去派人 去请许大人你了 谁想 去吧 许七安在他们屁股袋上 拍了一巴掌 把两个宫女赶走了 他若无其事的返回 坐着自己手头上的活计 把一节节的木头 雕成扁平的圆形 然后在上面刻字 过程中 林安也在帮忙雕刻 他好歹是读过书 习过武的 虽然文不成武不就 但是基础还算扎实 把木头雕刻成扁平的圆形 不成问题 不知不觉 日投西移 许七安的新旗做好了 象旗 看着自己和狗奴才 亲力亲为制作的两幅象旗 表表露出了由衷的笑容 刹那间百花湿色 眼里只有美人妩媚的笑眼 时辰不早了 我给殿下说说规则 差不多就该出宫了 许七安说完 把宫女挥腿 表表看了一眼日投 笑容渐渐收敛 恩了一声 许七安认真地讲解 向其规则 但表表听得心不在焉 他今天本是很生气的 表表得承认 当初拉拢许七安 纯粹是为了抢怀庆的东西 可是慢慢的 他越来越喜欢这个狗奴才了 变着法子的给他送银子 掏心掏肺的对他好 从不奢求他为自己做什么 只要抽空过来陪他玩耍 表表就很开心 但他心里一直有个刺 那就是许七安和怀庆始终保持不正当的关系 明明答应为他效劳摆脱怀庆 私底下还是和怀庆来往 可不就是不正当关系吗 他假装看不见 一次 两次两次三次到今天终于爆发了 为了求丹要被父皇喝斥怒骂 他厚着脸皮硬扛了过来 第二天派人去请许七安 喜滋滋的等待着 等来的是侍卫的一句话 他去了德心院 有那么一瞬间 表表觉得自己尊严丧尽 觉得自己死皮赖脸 其实许七安根本没有把他当回事 不 是把他当傻子对待 难过的就是想哭 突然 许七安常常态惜一声低声说道 殿下 我刚才先去了趟德心院 表表的脸色瞬间垮下去 撇过脸去 我不知道什么德心院 你进宫之后 就来了我这里 不 我就是先去见了怀庆公主 许七安 表表大喊一声 回过脸来 眼圈微红 他连我自欺欺人都要窄穿吗 就不能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吗 许七安再次常谈 目光眺望挂在西边的太阳 眼神变得深邃而眷勇 仿佛藏着无数故事和人生经历 一字一句 缓缓说道 殿下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 表表漠然 人生会遇到很多风景 也会遇到很多人 但你最后做出的那个选择 才是内心最想要的 表表一愣 正正地看着她 今日殿下和怀庆公主同时邀请我 我没有任何犹豫 就去见了怀庆公主 为何呢 并不是她在我心里远胜殿下呀 许七安站了起来 神色有些激动 若是先来了少音乐 我必然无法久留 说不了几句便要告辞 去德心院见她 难道怀庆公主邀请 我可以视而不见吗 可若是先去了德心院 我就可以在这里 一直陪殿下到宫门关闭 殿下和怀庆在我心里赎清赎重 那倒还不明显吗 表表的眼神渐渐地软化 表情也从冷淡转为温柔 许七安重新坐下 用刚才看落日的眷勇目光 深深地凝视着林安 柔声说道 因为我知道殿下需要的是陪伴 这句话戳中表表内心最柔软之处 是的 她是孤独的寂寞的 太子哥哥禁闭之后 母妃成天找她哭诉 给她灌输皇后的居心叵测 兄弟姐妹们的态度也日渐冷淡 父皇依旧是父皇 林安却不再是以前的林安 至少她意识到父皇宠爱自己 完全是因为自己人处无害 一个外表妩媚骄傲的公主 心里却住着寂寞孤独的女孩 许七安扫了眼四周 确认灰退的宫女不在附近 便大胆地握住林安柔软的小手 语气诚恳 殿下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手背传来的温度有些滚烫 林安脸颊羞红 心里仿佛有一股暖流化开 时间静静溜走 许七安握着她的手没有松开 一股暧昧的气氛 在两人之间发酵 酝酿 殿下 时候不早了 被指线回去 你若是想天天见我 可以搬到林安府 不必住在宫里 许七安 第一声说道 夕阳的余晖里 许七安牵着小母马 哒哒哒地走在皇城中 小母马 根据我多年泡妞儿的经验 这次能牵林安的手 下次就能抱她 女孩子嘛 就是要追的 不追 她就不是你的 我以前听过一个笑话 某个渣男对女朋友说 你父母对你好 是因为你是他们的女儿 只有我对你好 才是真正的爱你疼你 虽然是歪理 可我觉得歪理也是理啊 林安对我好 是真的就是对我好 没有掺杂太多的利用 和利益 当然 后者也许才是成年人的世界 虽然她有些蠢 是一个漂亮的花瓶 可这个花瓶把自己掏空了来 对你好 要说谁最适合当媳妇 那还是出才为 她的软饭吃起来最香 最没有后遗症 林安和怀庆 危险太大了 其实到了我今时今日的地位 对女人没什么要求 只希望她们能眼以律己 说到这里 小木马用脑袋拱了她一下 打了两个响鼻 你也要我给你提要求啊 许潘想了想 你的话 物以善想而不为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